字幕君 今集不是去看迪士尼蘭 是看Lofoland Lofoland是屯門一間新的樓盤 總共有14座樓 究竟風水好嗎? 我們又去研究一下 今集看的Lofoland 都算是近期一个比较触目的新盘 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与发展商的定价有关 至于它的开价是怎样,我就不研究了 我们都是集中研究它的风水 Lofolain在屯门殷宝路8号 地盘面积都挺大 可以算是屯门区历来最大型的私人发展项目 它总共分6期发展 提供近4500个单位 而今次推出的第1A期 总共有两座 提供824个单位 两座楼的楼高约27层 户型就从开房式到4房都有 预计关键日期就在2023年的6月尾 好了,我先宏观分析一下这一带的地理位置 以翼卦的宫位来说 Lofolain正西的一边,也就是对宫的这边 它是纳着波罗山,梁田钥,来龙的山气 山气比较强 但整体的山形,也就是山体的形态,山得不算漂亮 当中也带有些外路的山蛇 尤其是山峰的位置,也都山得比较岩岩岩岩岩 风水学经常都说山管人丁 山联形态山得翠绿饱满的话 而且一幢大厦又以这些翠绿的山联作为背靠的话 那就对人丁运势会有好的帮助 但现在来说,Lofolain的西边对宫这个位置 五行属金,而这一带的山联,五行上属土 虽然也算是符合五行伸克的法质 但山形带有杀气 带杀气的土,山对公的金 始终也不算太好 所以是属于外局上扣分的部分 不过以Lofolain整个项目来分析 屋卷主要的进出大门 是立在北边,砍弓的这边 如果用以门为向法质来看 屋卷就采取了坐南向北的设计格局 大门在风水河上来说 就等同一个人的口 因为人物进出都在这里发生 所以属于一个重要的立体位 以2024年立春日起的夏园久运地运来说 也算是符合正不见水的法质 加上以理气来看 屋卷也算是开了一个比较当旺的门 这一点也是对整个屋卷 有一个弥补外局不足的功效 可以看到 又分析下今次推出两座楼的座向 其实两座楼内在单位的排列设计 大致上是以L型的方法来排列 我拿了第一座6-12 15-18 20-23 25-28楼的平面图来分析 这些单位整体可以产生出四个主要朝向 分别是座西向东 座东向西 座北向南 和座南向北 虽然说是在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上 但它们其实与所谓的正向 都相差了大约有17-19度 由于蝙蝠有限 我这里特别说 第一座朝向线道立得较好的单位 我以罗间实地去签查 加上发展商网上提供的平面图结合来分析 我认为线道已立着 座西向东的 B-H的单位 以及以纳住 座南向北的A2、A3和B这三个单位 相对是比较高分的 因为大家都是纳住一个旺财的线道上面 加上 第二座 我拿了第二座6-12 15-18 20-23 25-28楼的平面图来分析 这些单位整体都可以产生出四个主要朝向 都是那句 由于蝙蝠有限 我在这里特别说 第二座 因为大家都是纳住一个旺财的线道上面 这些单位整体应该是以望着来源为主 在整个屋院发展的规划来看 相对也是较为开扬 不算是局促 所以同样也是 如果可以配合室内的布局的话 吹旺的效果应该会更加好 至于其余三边的左向线道 相对也是比较普通 不算是特别旺 总结一下 Novoland的外局景物 尤其是纳山气的一边 山形不算太好 属于扣分位 但是胜在较多的单位 纳得比较好的左向线道 加上屋院整体的设计 尤其是扭与扭之间 不算是局促 而且彩光和纳气都充足 所以可以在这里取回一些分数 整体上来说 我会给一个中等至中上的分数 原来不经不觉 我拍《香港风水盘》这个节目 都有成十年时间 在过去的十年 和大家说过的屋院风水 有成几百个 在2022年开始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 看全香港新旧楼盘的风水 如果你想知道 你自己住的屋院的风水好不好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这个钟仔